四岁学情是一个现在看起来算是 如果我有小孩的话 我一定不太会让他再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所处的那个年代 对于中国内地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就是说开始改革开放的那几年 所以在那个几年里面呢 其实对于政府来讲 他需要一个对外他会需要一个比较 就像现在的奥林匹克的选手一样 他需要一个金牌 他需要一个这样的来为国家来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正好是处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的大背景就是说 他需要一些从小的一些学生 然后从小去学音乐 然后去参加一些国际的一些比赛 去取得一些荣誉和一些名次 所以我也算是有幸被选入到这样的一种训练班里 那这个训练班呢就在中央音乐学院跟上海音乐学院这两所学校里面去办 所以我从小学开始就念了上海音乐学院的这个 所以我应该是从四岁开始学琴 然后启蒙是家里 但是因为家里不是一个音乐的世家 基本上都是医生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我的奶奶 因为家里人都会弹琴 所以他教我两年以后觉得 好像这个小孩可以被培养成那个样子 因为家里每个人都很喜欢古典音乐 所以我就跟了专业的古典音乐的老师去学 然后就走上那条路 就进入那个训练班 进入音乐学院这么一种 去这样的一种机制里面 所以我们从小的生活是从小学 我的小学跟中学的生活 它就是不断的训练 不断的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度过的 那我开始喜欢唱歌 弹琴唱歌写歌 是在差不多初中一两年级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候 非常枯燥跟艰苦的那种训练 所以对我来讲 唯一的一个出口就是 我可以弹一些 我自己很喜欢的歌曲 唱歌 在那个练琴的间隙 因为我们每天要练 大概差不多五六个小时 然后比赛的时候七八个小时 所以在那个间隙 我觉得唱歌是带给我 很大的一个快乐 所以我喜欢唱歌跟写歌 是基于这种出口 而并不是像现在很多的一些 小朋友 想要变成那个star 我是把那个做我的出口 所以它一直是我的出口 我以后进了这个唱片圈以后 其实并没有像 其他的歌手那样的去发展 其实跟我自己的个性 跟经历是有关的 我是把音乐做我的出口 而不是作为一个 一种工作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同学里面 因为它是属于 它不是属于上海的一个学校 它虽然是叫上海乐学 可是它的学生是来自于不同的地方 我就记得我听的第一盒 磁带就是我的香港的同学 从香港带来的 所以我听的第一盒的磁带是 就是从谭永林啊 林子祥啊 陈百强啊 所有这些 就像一个小歌迷一样的 然后把每个人的唱片都听完嘛 然后听了一年以后发现说 这些歌其实有很多是外来的 有英文歌 有日文歌 然后你听了一年两年以后 你就开始慢慢开始寻根溯源 去听更多的东西 去听日本的音乐 欧美的音乐 所有就是往这条路上就走下去了 我觉得转捩点就是一个发育 身体的发育 因为你想从四岁到十四岁 它基本上没有经历过发育之前 它是一个很很童真的 童真的年代应该是以玩为主 可是对我们来讲 就是每天在钢琴前面 连做功课都变成是一种休息 所以那种生活可能是不是 每个人可以去体会的啦 那当然你会震恒钢琴 因为那个东西它会带给你很多的一些 压力跟生活当中很实际的压迫 我记得第一次我对音乐有兴趣 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 刚开始发育的时候 我第一次会听到音乐会流眼泪 那在之前是没有的 所以我把它归咎为是我的发育 是因为发育 它的荷尔蒙给你带来了一些 对某些东西的一些 一些感觉 一些感情的变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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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